不红就不配得到尊重吗 岳云鹏早年参加节目时 被要求饿肚子干活 以至于整个人都有气无力的 我真的太累了 下宣押下了两小时 看不下去的金星将唯一的火腿肠拿了出来 有点虚拖 水呢喝点水 你多饿吗 你怎么吃饭呢 自己来给你擦东西 依依在录制跑男时 被多次抱团孤立 坏结束时才没忍住哭了出来 白净停不出名时 连哥自我介绍都不配拥有 在《熊风少女》中饰演的是若白师兄 对这两个是在剧组中的小弟 小伙子 有出息 加入我们大本营主持同胆 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丑照生大赛 柳妍和吴宗献同胆时 好身材都变了味道 问你一件事 说吧 献哥算不算牛人 当然算哪 主持是综艺天王 演戏方面也是票房保障 怎么可能不牛 谢谢谢谢 我如果是牛人的话 那你应该称之为牛奶吧 为牛奶吧 古林纳扎因失败的感情 受了某人态度委屈 其实那个阶段为什么那么的脆弱 是因为我父亲去世了 你知道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留言说 他就说什么 你的父亲是你客死的 你就等着在台平间见你妈吧 我觉得这个太狠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可以骂我仇 你可以骂我眼睛不好 你可以骂我什么 都可以骂我对不对 不会在那个时候 你先别骂了嘛 等我的这个情绪过了 你再来黑我也可以啊